雪莉账号被封禁后,又被曝出不给员工交社保 本人回应,一直在交 对于雪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 雪莉是王思聪的前女友之一 也是因为王思聪的名气,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在和王思聪分手之后 雪莉依靠着之前的热度和粉丝量,快速在网络中走红 前两年也转型成为了带货主播 收入非常的高关注,雪莉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 前段时间雪莉被曝出了偷税漏税的消息 经过相关部门查证,雪莉偷税漏税金额高达3036.95万 被依法追缴税款,加收至纳金并储罚款分别计655.31万 因为这件事情近段时间,雪莉一直处于停泊状态 12月10日,雪莉的社交账号被彻底封禁 目前雪莉的账号已经搜索不到了 在账号被封禁后,雪莉又被曝出 从事发后就不给员工们交涉保了 雪莉公司名下有上千名员工 一个月光是工资就需要上千万 很多人都跑去投诉了 在员工的社保方面,甚至是空白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不给员工缴纳社保是属于违法行为 对于这一爆料,雪莉方也做出了回应 否认称,我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今依法缴纳所有在职员工的社保 此外,有媒体从杭州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获悉 尚未收到雪莉所在公司不交涉保的投诉 看来是有人看到雪莉出事 故意编造了一些谣言带动舆论啊